彰化县方苑乡三河村一住民宅 今天上午5点50分疑似因为电线走火发生了火警 因为发生的时候有四个人在屋里 其中一名两岁多的女童救出来的时候已经不幸死亡 而另外一名八个月大的男童抢救之后虽然脱离险境 但也因为严重的烧伤必须要住院观察 彰化县方苑乡移动三层楼的透天座 23号早上接近6点的时候疑似因为电线走火发生火警 一名两岁多女童被大人爆出 但抢救后还是回天法术 另一名八个月大的男婴受到严重灼伤 正在生死嚣关 在二岭计刀院的时候 小男婴送到那里已经是道院前死亡 已经急救后恢复心跳 然后就转到我们总院 发觉她的医生还是不清 插管昏迷只是三分 我们检查她的瞳孔放大 对光没有反应 全身的四肢差不多二度的烧伤 约20% 我们还有破皮还有水泡 发觉她左后面差不多有 一公分大的破皮 差不多三度烧伤 目前是极度的生命危险 极方指出这都名宅有五个人居住 爸爸上夜班不在家 家里只有越南极配偶和年迈的母亲 庄姓夫人以及两个小孩 其中越极配偶饱受惊吓 一时混乱 庄姓夫人虽无大爱 回忆意外发生 人余计犹存 我最评的味 炒灰大味 我总做的在煮东西 那只不怕炒烧 你有看到那个火 那火一天之间 没有 我有看到那个电线装火 好像绷着绷着 转火起来 无情大火夺走小女孩性命 也让家人受到重伤和惊吓 而真正起火原因 仍待警方调查 联合报警惠珍 彰华报导 关于观察 写犹长 能